昨天我妈联系我 问怎么我走的作品评论都是不太喜欢我的人 她不明白她的孩子做着普通的手艺 教会更多的人技术 传递着帮助他人的正能量 为什么没几个支持她的评论 她不明白 我明白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的人平时都挺忙的 要生活 要上班 要上学 有时候就算看见我的作品 也会忘记评论支持两个字 是因为那些支持手艺人的 靠着这份执着的心 把伟大的中国手艺传扬开 观看视频的你 无论如何 今天你有多忙 都帮我点个赞评论个支持 这个赞不是给我的 这个评论支持也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千千万万的手艺人的 感谢你的观看